我的第一杯 拉花咖啡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甲辣 我是Ann 今天我特地从柔佛来到冰城 学习怎么样制作咖啡 旁边这位是我今天的小师傅 大家好 我叫Astie 今天我们会 这样子制作手冲咖啡 首先我们第一步会做的东西 我们就是乘一个14g的咖啡 然后之后要搅成魔神粉 现在刚开始我会Label一次点滩 然后之后跟转 好 好 再次我会看这里哦 好 现在我们会分成极端倒水 这样子 我们不会自作把水全部倒到满在去 我们会分 分断主要的原因 它其实是在于 它要与它们脖子 萃取它的咖啡的风味 现在我会从 可以放靠近一点 从中间倒 然后我转圈圈 这样子 从中间转出去外面 再转回来中间 用你在想像 你再画圆圈出去外面 这样子 打出来的话 好 所以我们现在到30秒 这边我们来看 这个是来的 30秒 你可以准备 再倒地 对 然后如果你在不滚的话 有说要倒多久 没有 可以倒了 可以倒了 可以倒到 那边 可以倒到 可以倒入 一个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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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就是 很烤的 Expert 转发 大吉卤 转发 所以现在接下来我就要学怎么样做咖啡拉花 这边就是我今天的小师傅 嗨 大家好 我是韦伦 所以今天我会教你怎样做一个咖啡拉花 所以咖啡拉花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一样 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材料 就是浓缩咖啡 一个打好的奶奶 就是它 平时我们奶奶都是水水的 就是经过我们的器材 打过后它会像蜂蜜蜂蜜 小平一点 所以等会我们看到这样去做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方式 怎样去导致你把它打滑 这个跟刚刚不同的是 现在我们会用比较细的 粗细度会比较细 因为经过我们的压力压它 所以我们泡出来的水是会比较少 比起刚刚的 刚刚泡出来是整杯 可是我们现在泡出来只是浓烧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把这个拿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把这个拿出来 然后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它里面干净 然后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它里面干净 所以它是要把它里面清理干净 所以它是要把里面清理干净 OK 然后后把这个水干净 然后再来就要把它里面干净 来就要把这道菜 的给人给大家看净 就是要把这道菜 是这个地方 无论的 在这道菜 的 因为 我们 你 现在 来,一开始往高点,把转,这是把咖啡和牛奶合在一起,融合,然后过后,大概半分满了,这个大大力岛,到白色东西出来了,拉高,隔,对,你可以发现到,当你大大力岛的时候,白色东西出来了,对,然后你再拉高,再隔它,就有一个爱心,嗯,对, 我的第一杯,拉花咖啡, 加辣! Dant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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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tami!